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美国国防部5月2日,向美国国会提交2019年中国军力报告,极力夸大,抹黑中国的军事活动。 3日,美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就该报告举行记者会称,中国的战略是要超越美国成为印太地区最主要的强权。 如果台湾受到威胁,美国将做出适当反应,据CNN报道,2019年,中国军力报告,共120夜,强调中国寻求建设更多海外基地,保护一带一路项目,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行动。 大陆可能武统台湾,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可能今年开始服役,中国加强在北极圈活动,为今后增强军事存在做准备等。 报道称,今年的报告共提到北极21次。 去年只有一次,北极理事会将于5月6日开会。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参加,中国是该组织的观察员国。 此外,报告还老调重谈指责中国依靠间谍活动,盗取美军先进技术,称中国未来数十年,将拥有一支世界级军队。 美国之音四日称,今年的中国军力报告,列出了美中两军2019年在多个领域的互动计划。 但所有项目的时间和具体内容都附上了带定标志。 薛瑞福三日在记者会上表示,虽然国家国防战略强调,与中国的竞争。 但是我们当然不会寻求冲突,也不排除为了共同利益展开合作。 余文、环球网报道记者任杰,因北约频繁增加在黑海的活动,而建拔弩张的北约军队与俄军。 近日有了关系缓和的迹象。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科蒂斯斯卡帕罗蒂,上将14日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呼吁西方与俄罗斯进行更多的交流。 他认为,此举能够减少双方冲突的可能性。 俄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弗拉基尼尔贾巴罗夫也回应称, 俄方很高兴听到北约这样的声明,常识终于在西方占了上风。 双方是时候停止过去几十年来持续的紧张局势了。 据俄新社4月14日报道,斯卡帕罗蒂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 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在冷战时期更能领会彼此的意图。 在冷战时期,我们西方与俄罗斯明白彼此释放的信号。 我们进行对话。 我担心,我们今天不太了解他们俄罗斯。 斯卡帕罗蒂说道,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科蒂斯斯卡帕罗蒂上将。 报道称,斯卡帕罗蒂认为,双方之间的沟通和互动,是遏制对方的关键部分,了解敌人的潜力和意图,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冲突的可能性。 我个人认为,协作是遏制的关键部分。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需要与俄罗斯进行更多的交流。 这会保证我们互相理解,让对方明白,我们为什么那么做。 斯卡帕罗蒂补充道。 但斯卡帕罗蒂补充说,双方这种互动,并不需要太频繁。 并据今日俄罗斯网15日报道,俄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弗拉基米尔贾巴罗夫,当日对斯卡帕罗蒂的言论作出回应。 贾巴罗夫称,很高兴听到这样的声明。 常识终于在西方占了上风。 我们与北约和美国的关系,最近变得荒谬的离谱。 世界上所有糟糕的事情,都归咎于俄罗斯。 我们被当作侵略国和破坏欧洲稳定的国家之一。 我认为是时候停止这一切了。 贾巴罗夫还表示,如果双方在斯卡帕罗蒂的讲话后,采取实际行动。 那么双方过去几十年来持续的紧张局势,将开始逐渐缓和,俄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弗拉基米尔贾巴罗夫。 据报道,俄罗斯近年来多次宣布,北约在俄西部边界史无前例地活跃。 北约一直在向东扩展,并称是为了遏制俄罗斯的侵略,莫斯科曾不止一次地对北约在欧洲增兵表示忧虑。 俄外交部3月19日发布公告称,北约的行为正在使黑海地区军事化。 2018年北约军舰在黑海的停留时间显著增加,总停留时间从2017年的80天增加到120天。 而且,北约正积极继续扩大在黑海地区的军事存在。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 俄罗斯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但是也不会无视对本国利益形成潜在危险的行动。 新华社首尔1月10日电,记者耿学鹏、田明、韩国总统文在寅,10日在总统府青瓦台表示, 中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文在寅当天在青瓦台举行的新年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在帮助半岛南北关系改善,半岛无核化,及和平稳定方面,持续发挥着积极作用。 他还表示,期待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在近期举行。 同时期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朝美领导人会晤后访问首尔。 文在寅呼吁朝美双方,在无核化对话中,采取相对应的措施。 朝方需要进一步做出无核化实际举措,同时也必须考虑相对应的对朝措施,以推动无核化进程。 他认为,缺乏互信是朝美无核化对话,目前面临的关键难题。 就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提出有意在无任何前提条件,或待架下重启开城工业园区,和金刚山旅游等寒潮合作项目。 文在寅表示欢迎,认为半岛南北合作项目,将有利于寒潮双方。 他同时表示,韩方将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合作,推动解决国际社会对朝制裁等相关问题。 文在寅还阐述了政府新一年的经济施政。 他说,政府仍将坚持以增加国民收入为主导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坚持创新增长和公正经济等既定方针。 朝鲜半岛局势在2018年发生重要的积极变化。 朝韩领导人先后三次举行会晤。 半岛南北关系实现缓和。 相关势头在今年年初呈现延续趋势。 金正恩一日在新年贺词中,强调实现半岛完全无核化的坚定意志。 并表示随时准备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会谈。 特朗普近日表示,美朝正在就双方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地点进行协商。 At Sevilla Debt Post,7,531,环球网军事1月14日报道, 华尔街日报1月12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 美国派遣陆军及海军舰队,正前往叙利亚,以便协助美军撤离。 此前,美国一名不具名军方官员,向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表示, 美国已开始从叙利亚撤出军事设备,但部队还没有撤出。 据华尔街日报消息人士表示,陆军正在向叙利亚前进,以便协助撤军。 而军舰是为了保护军队。 美国海军击萨奇山号PSRT两栖攻击舰,率领该舰队。 其上带有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一架数架直升机。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8年12月中旬,宣布已在叙利亚战胜伊斯兰国,并指出该组织的存在是美军驻留叙利亚的唯一原因。 此后,白宫新闻秘书方德斯表示,美国开始从叙利亚撤出部队,但战胜伊斯兰国并不意味着终止联军的存在。 At Sevilla Debt Post,7,531,新华社长春4月4日电梯,三百多座烈士碑和他们的守望者,新华社记者楚小亮,赵丹丹,徐畅,珊珊金达来,村村烈士碑。 三十多年前,诗人贺靖之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辉豪提写了这样的诗句,描述了延边作为革命老区尊崇先烈的传统。 清明时节,记者走进延边,寻访遍布相间的一座座烈士碑。 先烈们的感人故事在这片热土上流传。 革命先烈的精神长河,在新时代奔腾不息。 这里,几乎村村都有烈士碑。 爬上沿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三河镇的一处陡坡。 一座高大的烈士碑映入眼帘。 威额而庄重。 八十八岁的朝鲜族老人李银基,每年清明时节都要带人来扫墓。 近六十年来。 三十八岁的朝鲜族老人李银基,每年清明时代奔腾不息。